你好 你好 怎麼樣? 你真乖 寶寶健康嗎? 寶寶沒事, 還有我剛診所打電話來 他說無創經驗的報告出了 寶寶是沒有遺傳疾病的 知道兒子還是女兒嗎? 是嗎? 兒子還是女兒? 說吧 說吧 是個…兒子? 一女兒, 一兒子, 臭我孔子 湯湯, 你好弟弟 是我的, 我贏了, 我贏了 熊湯, 比女兒大了, 要大就要小的 媽媽不是之前教你分享嗎? 無論是遙遙, 或者以後弟弟 都一定要分享, 知道嗎? 是呀, 你就是一起玩才開心 你做姐姐當然要做個好榜樣 對, 我好有 我們也是因應小朋友 剛升K1無奈 希望家長可以了解他們的適應狀況 彤彤其實很活潑 又熱情, 還有好奇心 不過最近家裡有什麼轉變? 最近我全職照顧女兒 是否我照顧她不好? 其實我們很快會生弟弟 其實彤彤這陣子好勝心很強 她看見另一個小朋友的盞燈 獲獎, 她沒有 她就生氣得弄壞了盞燈 彤彤彤的眼燈這麼漂亮也沒有獎 得獎的那盞燈是什麼樣子? 是酒馬燈 酒馬燈? 一聽就知道不是小朋友自己弄的 怎算親自勞作呢? 老公, 其實彤彤最近在家裡 也有好勝的表現 可能她怕將來有弟弟會比較和分薄 所以執著輸贏而已 其實我們已經跟她談過了 會盡力抽更多時間陪伴她 或者你們可以透過遊戲 令她知道輸贏不太重要 過程中的樂趣、學習和成長 才是最重要的 全都找到了 好, 要吸進去 有三個, 一、二、三 好嗎?這個是不是? 吸進來這裡, 吸進來這裡 對, 這樣你再拿到三個 三個 三個 真厲害 厲害 白白贏了 我們輸了 不要緊, 剛才你也贏過 贏了, 贏輸不重要的 白白最重要是享受這個過程 一家又一家玩 對吧?你剛才也笑到卡卡的聲音 對吧? 我要贏, 我很憤怒, 爸爸 我要下去 彤彤 好, 阿彤 好… 冷靜點吧 方法也不合理 不是不合理, 是未合理 還有幾個月嘛, 不用這麼急 眨眼就過去了 我不想她變得那麼好性 不喜歡弟弟 你說她那麼好性, 像你嗎? 還是像你媽媽? 這麼堅困一定像你 是呀,你壞蛋像我了 我也想他像你這麼聰明 又駝B,又做這麼大的波席 老姑叫你要答應我 每天都要跟他說一下 小朋友是這樣的,要用你耐性 要說完再說,說完再說 是呀,我馬上去跟他談 那你慢慢搞你的波席吧 高姐,你之前給我的記憶 就在齊了 行了,我去看 其實你可以放心的,進度很理想 寶寶展一定會成功 我不會再令你失望 對了,自分補充呢? 我也知道你想過目了 所以我給你保留下了 謝謝 從明天開始,你不需要再跟這個項目 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我得失了那兩個客人 跟你說了,我搞定了,沒事 那為什麼我不用跟你的項目 因為我不想出事 不會的,我不吃不睡 我都會確保他好好看 我就是知道你會拚命 所以就停止你 你的肚子有什麼事?找誰負責? 你上次出錯,都是因為你太多工作 身體根本不能負荷 作為你的上司,我是維護公司的利益 作為你的朋友,我不可以讓你有事 那要不你讓我當助理 我不介意打雜的,你的項目其實有… 拜託,放手吧 我不想這樣就放棄 暫時放棄而已,聽話吧 我贏了… 我贏了 女兒,為什麼你只要這麼好勝 不跟遊戲規則? 我贏… 人生不會每次都讓你贏的 有時候都不讓你不贏輸的 我贏了… 你不准這麼刁蠻 媽媽今天就輸了 整年的奮鬥,幾個月的心血 全都消失了 難道我又像你那樣? 爸爸 什麼事? 爸爸 彤彤,我們一起等媽媽好不好? 好 來 抱歉,媽媽還沒真的看得開 怎麼教你看得開? 爸爸,媽媽 她又長大了 你怎麼會自動自覺說抱歉? 我女兒每天都在進步 我還因為這樣改寫了你本天書 她不再怕穿鞋子不穿襪? 她還跟我踢拖出街露腳趾 你又肯吃茄子? 我扮得跟她搶東西吃 她也不知道覺得挺好吃的 你還學了人生第一樣的家務 你幫爸爸接衣服? 我大過了 謝謝你,兩個都厲害了 我以前以為每天煮飯洗衣服 把屎把寮 是很無聊、很瑣碎,沒盡頭的夫妻 吵極也吵不了她大,好像跑的馬拉松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每天照顧女兒 不是看不到我人的馬拉松 而是個無限遊戲 無限遊戲?你懂這個概念嗎? 我不懂,爸爸教我而已 還有他 因為他隨時隨地都給我好多樂趣 誰想到他小時候的小孩子 會心痛我 爸爸肯痛,我來 爸爸不小心了 謝謝 不想切豆腐 他覺得很乖 這麼乖 很好吃 好吃 有好東西,喜歡跟我一起吃 還會擔心你 很乖 媽媽呢? 媽媽開餐,沒這麼早回來 很擔心 媽媽 你擔心媽媽嗎? 童童好乖 童童,遲了十分鐘才出門口 待會兒抱著爸爸 不然遲到了,回學吧 就連街坊婆婆,她都會關心 婆婆,你是不是很累? 躺躺了 童童 你很乖 女兒,我非常驚訝 你真的懂得擔心,分享,還有愛心 童童你也知道,人生有很多關口 就算被迫要停下來 其實也有很好的風景 你想安慰我 不要介懷今天的特色 我記得你以前說起工作的事 就會說得好像發光一樣 但當中又不包括那星不升職 加不加工 我只顧著波紗,我都一時迷失了 我都不記得我們之前說的那句 沒問題,沒問題 是童童令這句說話有了新的意義 無論多苦多悶 只要每天看到它逐少逐少的變化 不斷學習,不斷成長 已經很幸福,很滿足 就是你口中的無限遊戲 無限遊戲其實是說 我們不應該在意輸贏得失 我應該專注在一個小朋友的成長 和遊戲如何繼續玩下去 你們是令我記得無論是工作或育儀 我都應該盡力享受過程 和不斷學習和成長 我跟他一起玩 好啊 好,我們一起玩,好嗎? 我們剛才看見那個寶寶 我不可以讓我老婆看到寶寶 你讓我求求你們,我別走,好嗎? 拜託,我求求你們 我也不對,現在才知道 希望不會太遲 不遲,像你鬼佬、鬼婆那樣的約會 不錯